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书是《乌合之众》 2018年10月28号,重庆市万州区 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相撞后坠江 造成了15人遇难的惨剧 有消息称啊,事故是小轿车女司机驾车逆行导致 于是呢,愤怒的网友开始谩骂女司机 并人肉搜索出她的很多信息 就连其家人也受牵连 但很快,新闻出现了反转 事故的真正原因是公交车上的一名乘客与司机争吵并互殴 导致公交车失控,最终才酿成大祸 其实这样的新闻反转情况我们经常遇到 可是每次人们总是不明真相,被舆论带着走 有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加入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我们往同一个方向走 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了乌合之众的一员 没有人想被人牵着鼻子走 你要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呢? 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本书作者古斯塔夫勒庞 本着工作是法国的一名医生 但是他兴趣广泛 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人类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不同领域 并在这个过程中写下了很多著作 其中就以《乌合之众》作为著名 这本书被认为是群体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作品 出版于1895年 被翻译称近20种语言,至今在学术界仍有广泛影响 在书中勒庞认为 人一旦身处群体中就会丧失独立思考能力 做出很多不理智的行为 接下来我将把这本书拆分为三个部分 为大家解读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首先你会知道什么是群体 它有哪些心理特征 其次你会学到群体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最后你会了解领袖是如何操纵群体的 学完后你将会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再人云亦云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首先我们来说什么是群体 它有哪些心理特征啊 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 比如啊 共同乘坐一辆地铁的上班人士 公园里活动的大爷大妈们 商场里购物的人群 不过勒庞所定义的群体 和我们一般的理解 十分不同 像这种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人群 并不能算作群体 只有当这群人拥有相同的心理状态 并且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意识 才能构成一个群体 这话听着有点拗口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 在一个大商场里 每个购物的人关注点都不一样 有人想买衣服 有人想买零食 有人可能就只是看看 这群人并不是一个群体 但是如果有人突然喊了一声 着火了 快跑啊 所有人都会因为求生的本能 开始跑起来 这时候 大家就拥有了相同的心理状态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并不会去思考 是不是真的着火了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个体独立意识消失了 直白点说 就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这一群人也就构成了 乐旁所说的群体 这里我们还要多提及一点啊 群体并不一定是同一时间 出现在同一地点的人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如果网上有人发表 对某个流量明星不好的言论 不管这个言论是否是真实的 这个明星的粉丝们都会自发联合起来 去抨击发表评论的人 为他们的爱豆证明 这群疯狂追星的粉丝 不用聚集在同一个地点 甚至互相都不认识 仍然可以发挥群体的力量 那么当群体形成后 它会有哪些心理特征呢 乐旁在本书中 为我们总结了三个心理特征 这第一个就是盲目自信 当只有一个人是 个体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即使他有想干坏事的念头 他也很容易放弃了 但是当一个个这样的个体 组成一个群体 对于群体中的每个人来说 不可能的概念就消失了 不但敢想也敢做 极度盲目自信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中国式的过马路 原本一个人的时候 是不敢违反交通规则的 但是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每个人的胆子突然就大了起来 直接漠视交通规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 身处群体中 每个人都会意识到 人多势众的好处 只要人一多 个体就会感到一股 势不可挡的力量 这让他敢于做出 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而不害怕承担责任 毕竟法律肯定不会追究 那么多人的责任 就算要追究 还有那么多人一起承担后果 根本不用怕 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责任感 在群体中被削弱了 所以你看 群体就是这么盲目自信 群体的第二个心理特征 就是具有传染性 在群体中 每种感情和行动 都具有传染性 前面咱们提到 在商场购物时 你看到一个人一边跑 一边嘴里还喊着 着火了 着火了 接着你又看到几个人 也跟着往外跑 这时你即使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也会开始恐慌起来 马上跟着往外跑 不到五分钟 商场所有人都会跑光了 这种传染现象 速度快 威力大 处在群体中的个人 很容易因为被传染 从而失去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受群体思想所摆布 群体的第三个心理特征 就是易于接受暗示 这是相互传染 所导致的结果 乐旁认为 当个人长时间 融入群体之中 就会变得很容易 接受暗示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失去了 原有的判断力 犹如被催眠一般 对暗示者唯明是从 只要想想 那些被成功学大师 忽悠的人 我们就可以明白 这一点吧 如果你走在一个 成功学演讲会场 你就会发现 台上的成功学大师 满怀热情地 喊着口号 台下的人也热情高涨 跟着喊口号 即便原来还有些 不太愿意喊口号的人 也会被这种情绪 快速传染 最终也跟着 喊起口号 一个长期置身于 这样的群体中 就会很容易 被成功学大师洗脑 变得很容易 接受暗示 在暗示的作用下 他们很容易 接受进入大脑的信息 并把大脑中 联想到的景象 当作事实 也就是说群体 会接受大师的 各种暗示 只要听到他的演讲 买他出版的书籍 跟着他学习 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群体的这三个心理特征 盲目自信 具有传染现象 容易接受暗示 听起来都不是 什么好的特点 所以乐旁得出一个结论 群体在智力上 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 他在书中的原话 是这样说的 群体累加在一起的 只有愚蠢 而不是天生的智慧 这话虽然听起来 确实过于绝对 但是不可否认 我们生活中 看到的很多现象 确实真如乐旁所说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我来为你总结一下 当一群人 具有相同的心理状态 并且失去了 个体独立意识 就构成了一个群体 群体具有三个 典型的心理特征 盲目自信 情绪和行动 记忆传染 容易接受暗示 这些特征 共同指出了一个事实 就是当个人 加入群体时 智商会下降 那么知道了群体的 这些心理特征后 你可能会好奇 这些群体心理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乐旁认为 群体心理的形成 受间接因素 和直接因素影响 所谓的间接因素 是一些将思想和观念 植入人们 潜意识中的因素 最终可能形成群体意识 直接因素 就是引爆群体情绪 和行动的因素 可以简单理解为 导火索 这里要强调一下 直接因素 能够发挥作用 必须要先有 间接因素的 长期思想准备工作 什么意思呢 说的形象点 我们可以把间接因素 比喻成日积月累的稻草 而直接因素 就是那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没有前面 稻草的积累 最后那一根稻草 根本不会起作用 那么都有哪些 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在影响着群体心理呢 我们先来看看 间接因素 主要有三个 包括传统 教育和时间 传统代表着一个 民族过去的观念 欲望和情感 它支配着人们的 思想和行为 一旦脱离了传统 不管是民族气质 还是文明 都不可能存在 从这方面来看 传统是稳定的 但是当传统与时代的 发展背道而驰时 如果没有对这些 传统的破坏 进步就不可能产生 在这里 勒庞坚持认为 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 他们死抱着 传统观念不变 极其顽固地 反对传统观念 他特意提到 清朝末年的中国 正是因为死守传统 不愿意看到世界的变化 才导致了后来的衰落 说完了传统 我们再来看看 教育对群体心理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 教育可以使人获得知识 让人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但勒庞认为 教育既不会使人 变得更道德 也不会使人更幸福 甚至教育的害处远大于好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勒庞这里 并不是在否定教育本身 他抨击的是 填鸭式的硬式教育 当时的法国学生上学读书 就只是死记硬背书本里的知识 而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 从来派不上用场 这种教育方式 培养出来的人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他们会沦为乌合之众 也就不足为其了 如果说传统和教育 潜移默化影响了群体的心理 那么时间就是唯一的见证者了 形成传统需要时间 摧毁传统也需要时间 建立教育制度需要时间 改变教育制度也需要时间 同样 群体心理的形成也要依靠时间 比如 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 自由、平等、博爱 这些思想观念 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才在群体的头脑里扎根 最后成为群体的共识 为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上就是间接因素 传统、教育和时间 对群体心理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三个直接因素 对群体心理的影响 首先是形象、词语和套话 群体缺乏理性 只喜欢直观生动的形象 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 曾经在他的著作《社会性动物》中 讲过一个例子 他居住的小区要投票 是否在自来水中加入少量的服 以防止蛊牙 支持者的游说材料很有逻辑和理性 他包括牙医对自来水 加入少量服的好处的介绍 牙医对饮用加服自来水 减少蛊牙的分析 以及其他医生对加服自来水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说明 反对者则将一只非常丑陋的老鼠 画在传单上 上面还写着 不要让他们向你们的饮用水中 投放老鼠药 结果可想而知 反对者大获全胜 所以群体特别容易 被形象所产生的印象所左右 除了直接展示形象外 群体的形象思维 还可以被一些词语和套话所激活 有些词语 比如民主 平等 自由等等 含义都很模糊 但它们具有很高的能量 群体一听这些词 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这也不妨碍它们在脑海中 构建出来未来生活的美好图画 套话也是如此 如果你观看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 就会发现他特别喜欢说一些套话 比如 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全国性的光荣事业 我们要重建美国 这些类似的话 仔细琢磨一下 这些套话其实很空洞 但在群体听起来 这些话就很高大上 激发了他们主人翁的意识 大家都会在脑海里 描绘出一个更好的社会 不过呢 随着时代的变迁 有些词语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 他们所唤起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有时候还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比如在明朝早期 衣冠禽兽这个词是个褒义词 指的是当官的人 能被人叫一声衣冠禽兽 那还是令人羡慕的 但在明朝中后期 由于文官武将 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老百姓非常厌恶这些当官的 衣冠禽兽这个词 就开始出现了贬义 指代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员 直到今天 我们一听到衣冠禽兽这个词 都会下意识反感起来 所以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 赶紧变换说法 用新名词把词语重新包装一下 说完了第一个因素 我们接下来来看幻觉 是如何影响群体心里的 这里的幻觉就是幻想 每个人都会有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幻想 但对于群体来说 幻想会让他们无视现实 进而容易被人利用 比如网上总是有宣传 可以快速瘦身的广告 有些还很夸张 像人们承诺 一个月可以快速瘦十斤 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 有些想减肥 但一直减不下去的人 看到这样的广告 就心动不已了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月后 已经瘦了十斤 穿上自己喜欢的裙子的画面 在这样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下 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 广告的宣传文案 是否科学可靠 里面的成功案例 是否是捏造的 于是兴冲冲地购买了广告产品 如果说幻想让群体无视事实 那经验就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有效手段 还是拿刚才的减肥例子来说 如果这些人购买了减肥产品后 最终发现广告是骗人的 根本就无法一个月瘦身使劲 反而还胖了 那他们就会意识到 哎 这广告骗人 浪费我的钱 这样 他们下次再看到这个广告 就不会再买了 这就是经验教训 不过勒庞说 经验要想在群体头脑中牢固生根 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一想 减肥人是这次上当受骗了 那下次看到另外一款减肥产品 他们是不是还会很心动 继续购买减肥产品呢 等到一次又一次上当受骗后 他们才会真正明白 想要快速瘦身 根本就不切实际 这样的经验教训 毕竟饭是一口口吃的 减肥也得一点一点 慢慢减下来 好了 以上就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群体心理的形成 受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影响 间接因素是长期的思想准备工作 主要包括传统 教育和时间三个因素 直接因素可以理解成导火索 主要包括三个因素 分别是形象 词语和套话 幻觉以及经验 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了群体的心理特征 以及群体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领袖是如何操纵群体的 乐旁说 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都会本能地让自己 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 这就是说 只要有群体的存在 必然会有个带头人 它的作用是统一群体的意见 在乐旁看来 领袖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一时具有坚强意志的人 他们在一些事件中起领导作用 相比群体中的其他人 这类人更加坚定和果断 不过他们对群体的影响 只是暂时的 无法持久 等到兴奋事件过后 他们便不再发挥作用 比如抹黑明星或者洗白明星的水军头 打下的呜呜的带头大哥 还有针对热点事件发表意见的网络大V 都属于这种 另一种领袖比较罕见 但他们意志力强大而持久 总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坚持自己的信念 从而吸引一大批虔诚的追随者 这类领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即使他们死了 也仍然能够发挥影响力 比如商业领袖乔布斯 军事领袖拿破仑 那么这些领袖是如何动员群体的 勒庞总结了三种手段 分别是断言 重复和传染 所谓断言 就是不需要任何推理和论证 直接抛出一个判断 并且把所有不确定的词语 比如也许可能都统统去掉 这样的断言越是简单明了 证据越是缺乏 就越有威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 政治口号或者广告词 都是这样的断言式内容 举个例子 怕上火喝王老吉这句广告词 简单干脆 朗朗上口 人们一下子就记住了 他们也不会去思考 怕上火和喝王老吉之间 有什么逻辑关系 是不是喝了王老吉 就可以防止上火等等 要想让断言在群体的头脑里生根 领袖还需要不断重复断言 才能真正产生影响力 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的潜意识中 潜意默化影响着我们 乐庞说 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 我们最终会对他身心不疑 你只需要想一下 每次去超市购物 买的东西是哪个品牌的 就知道广告词这种断言式内容的魔力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家没有牙膏了 跑到超市去买牙膏 看着满是牙膏品牌的货架 我们肯定奔向最熟悉的品牌 而这个品牌我们之前已经无数次听过他的广告词 当断言得到了有效重复 强大的传染过程就此启动 我们前面说过 在群体中啊 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极具传染性 所以成功的领导都是本身感染力特别强的人 比如那些成功学大师 在演讲是特别会煽动情绪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将自身的观念和思想传递给部分人 这部分人就变成了他们的追随者 说的直白些就是被洗了脑 而这部分被洗脑的人呢 也会通过情绪传染的方法 再把这个成功学大师的思想和观念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群体中 以上就是领袖如何操纵群体的全部内容了 总结一下 领袖有两种 一种是暂时性的 等兴奋事件过后就不再发挥作用 另外一种领袖是常识的 他们影响力极大 领袖通过把自己的断言不断重复 并利用自身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最终把自己的观念和思想 一点点植入群体脑海中 好了 《乌合之众》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了 我想为你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一共讲了三个要点 首先我们知道了 群体是指具有相同心理状态 并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群人 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的心理特征 盲目自信 情绪和行动极易传染 容易接受暗示 这些特征共同说明 个人加入群体后 智商就会下降 接着我们了解群体心理的形成原因 它受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影响 间接因素是长期的思想准备工作 主要包括传统 教育和时间三个因素 直接因素可以理解成导火索 主要包括三个因素 分别是形象 词语和套话 幻觉以及经验 最后我们认识了领袖操纵群体的三种方法 分别是断言 重复和传染 领袖通过把自己的断言不断重复 并利用自身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最终把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一点点植入群体脑海中 这本《乌合之众》虽然不像其他书那样 直接给我们一套方法论 告诉我们如何锻炼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但乐旁对于群体的深入研究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具有启示意义 在了解群体的心理特征 群体心理的形成原因 以及群体是如何被操纵后 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避免踩中群体的这些坑 沦为乌合之众的意愿 好了 本书的学习就到这里